花年线109学年度语文竞赛 27号是在宜昌国小举办 来自全县各乡镇市的国中小 高中职以及教师 社会组有400多位选手 教足73个名额 共有朗读、作文、写字等项目代表出赛 教育处后续也将会规划选手集训的课程 期盼在11月份的全国语文竞赛当中 为学校以及花年线来争光 109年度语文竞赛 9月初在花年市驻常国小举办 包括字音字形、演说、朗读、作文、写字等 总计有13个项目 而27日的花年线决赛 则在洁安乡宜昌国小举行 包含国语、课语、原住民族语等 涵盖范围多元 不少选手有备而来 请问一下你今天参加什么竞赛的项目 写字 那你参赛的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要写完 有没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参加全国语文竞赛 有 感谢结束 是什么意思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参赛完的感觉是什么 很开心啊 有没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参加全国语文竞赛 有啊 在此要代表花莲圣政府感谢 全班学校宜昌国小 以及协办学校中原国小 共同完成我们109年度的花莲圣语文竞赛 也恭喜各位选手 接着紧托密鼓的就是我们的语文竞赛的培训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全国语文竞赛勇夺加精 评审对于选手能将生活经验应用到题目中发挥 表达肯定 国小的部分 题目里面有很多可能是跟自己生活环境有关的 那小朋友都发挥的很好 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 说成故事 放在自己的演讲里面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赞许的 那大家都陈述的很好 那国中的演讲题目呢 稍微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国中的题目就包含有一些人生哲理啊 有一些思考 那国中的同学 虽然没有办法讲出很深的哲理 但是大家都可以运用很多不同的名言 还有不同国家人物的一些故事 放到这个题目里面来做引申 那也让自己的演讲的内容更丰富 语文竞赛目的 期盼勉励学子跟扎实文顾 学习自己的母语语文技巧 认识族群文化 这次将选出73位各项目选手 代表华联线参加11月的全国语文竞赛 教育出后续也将规划选手集训课程 为华联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吉安商报导